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当做阻力运动或重量运动的时候 等张收缩和等长收缩都是要练习的 前者等张收缩就是当肌肉收缩的时候 肌肉长度改变了 譬如你做上臂弯举 这样做了腿脊就要练习了 肌肉会继续收缩 等长收缩后者 肌肉长度不变 只要继续不动 是继续筋力的内力等 等张和等长都需要练习 达到刺激肌肉生长 練習耐力等等 現在又介紹一下 可以做一些等場收縮